所以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 我们从前面所讲的 心为万德之主 心为万恶的冤守 就在一念当中 负民本性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就在一念当中 顺着自己的恶念 往下去做 就变成一个邪恶的人 所以我们听闻圣人的义礼之后 了解这个道心不可以让他 一瞬间的消退 分秒都不可以 那他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 信在人在 信去人亡 提醒你 没有这一点灵光 纵然有腹筋母血 合合而成的四大甲合之体 也没有任何功能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天 天赐我们这一点灵光 但是死亡是不可怕的 我特别补了这一句话 我们如果在阴地里面 在人间 我们修到把自信里面的德性 发扬于外了 死又何惧 你回去位置是高深的 你回去衣服换得更鲜明 更光亮的 你居住更好的地方 那死是什么 死是另外一个阶层的一个进化 你不要畏惧的 那问题是在活着的时候 不畏惧死亡的到来 前提是我活得 活得够光明 够坦荡 够磊落 我抚养无愧于心 我才在面对人生最后那一刻的时候 我没有畏惧 因为我知道迎接我的是光明 所以在人世间 道里面所具备的天地之德 你做了吗 不可以有一时之间的 去离开人跟义两个字 孔夫子不是讲过吗 论语里面就讲 孔夫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 消极 成菜绝粮 或者消极伐坛 曾经有四五天 没有饮食的一个供养 随行的弟子很多 子禄是其中之一 孔夫子毕竟是圣人 所以在这种困境里面 依然心不动 他还在谈那个古真 那子禄耐不住 子禄是孔子的弟子里面 最直心肠的人 他有话就直说 所以孔子赞美子禄 是他人生的义友 因为只有他对孔子的行为 有疑惑的时候 他敢直接跟老师讲 我对你讲话 对你做的事情 我有疑问的 结果孔子禄就跑去跟孔子讲 我们是学圣道的人 我们来外面是宣讲 仁义道德 怎么今天还会遇到这样子 好几天没有利弥可敬 没有水可以喝 难道修道人也要遇到这样困境吗 孔子就继续弹琴 跟他讲 是的 修道也会有这样匿迹 也会有大风大雨 他越平淡 此度就越气 那我这样子修道跟不修道 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不是也有前行会这样 我修那么久也没有改 那修道有什么好处 我也不知道啊 那个意思就跟子禄讲的一样 孔子就讲 差别大了很 你修道你是君子 君子照配如是 照字如是颠沛如是 照字颠沛 代表环境极为困谱 哪怕你已经饥寒交迫流于失所 你都不失掉那点本心 这是君子 小人就不是啦 小人就会随着境界风去转移 他会为非作歹 那你行君子之道 百年之后你升天堂 你行小人之道 百年之后你下地狱 怎么会没有分别 眼前看似没有差异 但是那一念之间的是非善恶 就是耳后你往上升天堂 或者往下成地狱的什么 一个关键点 所以我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念头 你就要把它当成天堂地狱的一个分水里 不要轻忽它 这个念头不对 我就要往对的地方去修正 你不需要每一天修正自己一大堆事情 针对一个念头 全心全意的把它剿灭干掉 连根拔掉 久而久之你就成功了 所以君子无忠实之间 今天您坐在这里 今天您在佛堂做了任何的牺牲奉献 看似眼前没有大的一些的果报呈现 那是因为一切的好处已经在默默加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不自觉 更大的好处是百年之后 你就会笑开怀的 因为别人在恐惧死亡的到来 你大可不必 我看过一部美国片 演一个死神来人间 你们应该很多年轻人看过 结果这死神突然动了烦心了 想要看看人间的生活 他这一次要来接引一个什么 接引一个大富翁 那这大富翁开创了很大的一个企业 他就想在把这个大富翁接走之前 先跟大富翁生存在一段时间 刚好有一个人生命告终了 他就附在那个人身上 然后去跟这个大富翁接触 他暗示这个大富翁 他就是死神 这大富翁也马上就警觉 那富翁问了他一句话 你的到来将来我走 我需要恐惧吗 我要恐惧另外一个世界吗 那个死神跟他讲 你不需要 你根本不需要恐惧另外一个世界的到来 那个人需要 他下面有一个人有没有 有一个能言善道 能力很强 即将成为他女婿的一个年轻人 他要 只怕他将来去到我那个地方 他再也没有离开的机会 为什么 他的表面上的 堂而皇之 私底下 尽是一些为了一己之私利 有没有 去伤到别人 所以别人看不出来死神 他有记录啊 我记得好像布莱德比特演的 那部片子就带给我很大的震撼 所以您不需要恐惧 恐惧那一天要来的时候 因为你早就有以待之了 所以眼前点点滴滴的学习付出 你是有代价的 是好的结果在等着我们的 所以孟子 亚圣 他讲信善 他提出了四善端 侧隐之心 羞恶之心 是非之心 慈让之心 这四件事情 端就是源头 是你的自信里面 本来具足的东西 是你生而就应该有的 人的自信里面 涵盖着这四端 就如同你生下来 就有四只一样 再自然不过了 你本来就应该很自然 把这个东西发扬出去 确确实实 人之初性本善 小孩子最天真 最基督教的经典都记载 你要像孩子一样 才能够回到上帝的天国 他单纯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看到人家被割一下 有没有 妈妈如果炒菜 烫到一下 朋友如果割到一下东西 来我帮你呼呼 他就用他的小嘴 一直吹你的伤口 他认为他这样呼呼 你就不痛了 我们现在会呼呼吗 这样子没什么关系 一下就复合了 妈妈炒菜烫到 谁叫你炒菜不小心的 要把肉去贴锅子 你看 我们再也没有那种 天真烂漫的举动 那个心慢慢的冷了 所以找出那种可爱的样子来 那个都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 世人皆俱此 世端 世德 不为者叫做自暴自弃 所以什么叫做自暴自弃 你不发扬你本有的信德 这叫自暴自弃 本来有的东西 你不去把它行诸以外 它就不配为人业 那这世端 跟整个个人的立身处事 有什么关系 跟国家天下有什么关系 孟子说 扩充此世端 大则足以保四海 天下可以安定 那你就了解咯 大学里面的八条目 格物自知 诚意证心 是不是在扩充这四端的 世家谋尼佛的灭无名 无名灭 智慧血 就能够行这四端 对不对 所以内圣功夫一定在前面 只要自己做得好了 最后就能够安国安天下 那苟不充之呢 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 不把本来有的信德 发扬于外呢 则不足以视父母 你没有侧义之心 你就不会对父母行孝 对不对 你没有修儿之心 你在外面为非作胆 你让父母蒙羞了 会不会 会 你看多少做间饭科的人 他父母修残见人啊 我们如果没有慈让之心 手足相争了 手足细强 谁最难过 父母 我们没有是非对错 分辨的那一颗心 好坏都不能分辨 行为就会偏于一端 请问你做错事情 谁伤心 父母 所以 苟不扩充这四端 你根本连孝顺父母 我都做不到 那如果这四端 你不想办法去学习 去把它开发出来呢 这是孟子说的 这些经文都是孟子里面摘录出来的 非人也 人之异于 禽兽者几兮啊 在于人有色隐之心 修儿之心 慈让之心 是非之心啊 舍掉这四种心不见了 就不配做人了 所以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要把这四种心找出来 在人我对待的时候 你要把这四种心给它发扬出去 我们不怕自己偶尔犯过 没有关系的啦 太阳要挂到日真当中 它也要慢慢攀爬嘛 我们一点一滴的改无名 画秉性 我们的心性就会越来越圆明 终于有那么一天 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自信做主 我们待人的时候 处事的时候 就能够把自信 本有的万善美德 他自然行诸于外 做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 君子或者是圣人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侧隐之心 人之端 人就是一个慈悲啊 佛家语叫做慈悲 然后修恶之心 义之端 义就是合宜的事情 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行为 能不能够明辨是非善恶 不让自己犯了错 而犹然不自觉 然后 慈让之心 理之端 理就是表示一个尊卑有序的 我们如果一个守理的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做到恐容让理 见长者我们就起来让座了 这个叫做慈让之心 但是小时候到现在 现在略为会假装要理让别人 还不是很自然而然的行诸于外 还是刻意的造作 透过假装一段时间 然后让他假的变成真的 这个也是一个讯息 那小时候呢 跟人家争好的 好吃的好玩的 这样的一个童年 我想你跟后学都没有少过 然后是非之心 智之端 学这么多的圣贤的义理 是希望透过圣贤 他们的大智慧 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不要人云亦云 面对别人所讲的话 是对是错 黑与白之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尤其现在的世界 鸡非尘世 道德沦丧 很多人站在自己的角度 肆无忌惮的 说一些违背圣贤义理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里面 没有保学这些的道理的话 看到这么多的不同的一些的说词 各有其利论 因为里面欠缺 外面就不能明辨 如果只是钱财的损失 那叫小事 如果是在不变是非的情况之下 在六根的放纵之下 我们造作了一些 伤害了信德的事情 那影响就很大 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一点灵光 在百年之后 因为所犯的罪过错的大小轻重有别 而堕入到地狱里面受苦 或是再展开另外一段凄惨的人生 所以孟夫子讲 人意理智 它是我们每一位众生 与生俱来的良善本质 就如同生而俱有四肢 我们可以挥动我们的双手 取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双脚 走向我们想去的那个方向 我们对于手跟脚的支配 如此的游刃有余 那请问 对于我们内在所涵养的这五常之德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可以 发挥的淋漓尽致 让它在我们生活当中 来丰富我们的生命 所以常讲自暴自弃 真正圣人眼里的自暴自弃 你有那一点良心本性 但是你支支却不能用 支支不能用 那支又有何意呢 就如同我们研究道理 通有满腹的一个道学 但是当情境来的时候 完全游进不游几 那也叫做自暴自弃啊 那就违背了佛规里面所说的 悟气圣性这一条 气就是背离嘛 所以把圣贤书抱在我们的手上捧读 道不如学 言冤言夫子 得一善则全权福音 福而勿施也 那就比较符合圣人的期待 所以如果人人能够扩充这五常之德 我们修身之后 齐家治国平天下 透过自己的敬己之信 能敬人之信 敬物之信 则天下太平 这个叫做宝四海 那如果我们不扩充这五常之德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修身 身不修则家不齐啊 那家中最简单的三轮关系 两代的父子关系 彼此之间的夫妻配偶关系 还有所谓的平辈的手足关系 我们都做得不够周全 那最严重的是对于父母 我们的孝道做得就不好 因为没有办法发挥信中的常德 历生行道扬迷于后世 孝之什么 中叶那是行大孝 这不能扩充四端 你就不能行大孝 不能扩充四端 你有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 会伤害到这个身体 父亲母血合合之体 父母生育养育教育的辛苦 难道只是让我们 去尽情的放纵自己的私欲 而完全不顾及 这个身体所带来的责任是什么吗 生以载道吗 利用这个肉体存在的时候 让那一点灵光发号私利 在现实生活里面 锻炼出一个什么 一个好的品格 那如果我们不能扩充四端 我们到社会上去工作 你对上位者也没有尊卑有礼 所以一个人如果做人做不好 身不修家不齐国不治天不平 妄为人也 所以孟夫子讲 舍此四端非人也 所以你我都要感谢上天降道 上天有降道 有上三师诸天先佛的产道 有下三师的引道成全 我们今天才能够学会 做一个真正 补养之间无愧于天地的人 所以没有学到之前 做人是有所亏欠的 在研究儒家的经典 我们最容易察觉 孝替这这么简单的字 我们都未必做的什么 做的圆满跟周全 我们都未必做的圆满